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岛斌先生在推特上他发了个推 他说他刚刚看到习近平在最近党校给高级干部讲话当中有一段话 说不应该与美国为敌 要与美国能够同盟 不是原话 与美国同盟 结盟 那中国跟美国为敌呢 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性错误 中国应该像欧盟一样 与美国结成同盟 结成一种协调的概念 那这样的话 才能够有利于整个中国的发展 有利于中国的和世界的一个概念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 与美国为敌 就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性的错误 然后杜岛斌先生讲说 谁要同意这个说法呢 你就给转发一把 那我就转发了一把 但是呢 我查这段话呢 别地查不着 咱也不知道是习近平什么时候说的 那杜岛斌先生也没有下面讲 那这句话是真是假 可能是有个疑问 就是起码不能佐证 但是呢 他现在习近平对美国的态度 六号七号到美国去 回来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做法 特别是针对 这个 特别是针对朝鲜做法 是完全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中国像欧盟一样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变成这样关系的话 他首先必须放弃的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的根本差距 这是一个对生命的认识 那有这样的改变的时候 那跟朝鲜自然就解体 关系自然就扯开 那跟美国之间自然就是同盟 这是一个生命属性的问题 对吧 所以如果跟 有着生命改变的话 也就是说 在今天主政者 当他完成了权力的获得 整个获得权力的过程 全都结束之后 标志两会 两会推进习核心 拿出了习近平思想的说法 这个四月份你会看到 往后他正经八百干东西 中国面临着巨变 多长时间三个月 习近平给了川普 说一百天的机会 讨讨论经济贸易赤字问题 实际问川普嘴里面 问美国人要了一百天 美国人也立竿见影 对吧 美国人也立竿见影 有关 有关这个什么汇率控制国 川普自己说 川普自己说他不是 立刻就反悔了 一百天什么时间 四月六号七号 习近平要谈的话 一百天之后 2017年7月20号之前 一百天 这一百天里面 习近平要干嘛 他真正要以他国家权力的概念 要大规模的全面实施 拿出他的想法 你可以说叫赶在这个十九大之前 如果他真的按我跟大家说的 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进行大转变的时候 共产党如果还有十九大 搞不好这十九大开会 跟美国共和党开会 可能有类似之处了 跟现在的台湾国民党开会 有着类似之处了 你不信走瞧 他的类似之处是什么 党在开会 国家正常运作 跟国家中间有距离了 跟国家中间有距离了 你可以信 你可以不信 我们看到最新那篇报道 其实昨天的 美国媒体的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领完成才是习近平要的 郭文贵不算什么 华盛顿自由灯塔 是个网站 12号引述了不具名的 川普政府中资深的官员说 中方在早前举行的川习会议中 再度要求美方协助送回多名滞留美国 被北京列为逃犯的人士 习近平高调打贪 2015年对境外药犯展开猎狐行动 不过许多被北京列为通缉犯的人士 很熟悉高官贪腐资讯的或者自称被打压的政治犯 在海外打贪引起了政治风波 而这位美国官员讲说 中方显然还是对要找出这票人很感兴趣的 而令计划的地理令完成是焦点 中方2016年1月份正式向美方提出了逮捕令完成的要求 但是也有报道讲 北京曾经派特务到美国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结果引起了美国方面很不高兴 令完成可能持有中南海的机密 这也是美国情报机关感兴趣 而中方官员在川普跟习近平分组讨论会中 提出了击捕逃犯的要求 美方官员提到 只要合法 有些事或许可以想办法解决的 司法部官员讲 中国官方在会谈中提出了这个议题 这是麻烦的 什么叫合法 对吧 那中方提供证据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 令完成即使拿着身份的话 也会有麻烦 多位美方官员提到 令完成是中方在美国最想要的人 那许多要犯在北京认为 涉滩的有钱高官或者政治犯 除了令完成之外 纽约时报曾经报道过 大陆富豪郭文贵的消息 也是中方想要的 到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 美国的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 还没到朝鲜呢 在路上 那中国呢 倒是展开了攻势 习近平跟川普通话 报纸也有说话 什么都有 那我相信呢 给我的感觉就是 中方的时间就这么多 航空母舰到了朝鲜 中方就没时间了 所以就这么几天了 就这么几天了 明天呢 15号 是金日成的生日 那金正恩点炮不点炮呢 咱们不知道 所以在这之前有篇报道 传北京定下三条底线 就是如果美国打朝鲜的话 这个说法是来自于香港的经济日报 12号的报道讲 习近平跟川普会谈结束当天 川普就与韩国的代总统黄教安 通过电话 当时讲中国对处理朝鲜问题有三条 他第一 对朝鲜的核打击绝不能对中国东北造成污染 这是我们跟大家讲过 他的核试验基地距离中国边界只有50到70公里 那你怎么保证核辐射核燃料不扩散 这个太难了 第二中国不能承受大量的输出难民的动荡 这也是 这个就是因为太近了 搞不好谁是难民谁不是难民了 那你核武器就在中朝边界 就跟后院似的 连沈亚人都是难民了 还朝鲜难民 第三 亚鲁江对岸不能出现与中共敌对的政权 美国军队不可推至亚鲁江边 这东西都是表面的说法了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道理 这是一个理由 没错 真打起来 你就没人知道怎么回事了 星期三 习近平跟川普通过电话 习近平表示要主张和平解决朝鲜半岛 希望与美方就此问题保持沟通 那习近平通话释放出中美联手 应对朝鲜半岛危机的信号 中方不认同对这个动武 但通话至少可以向朝鲜施压 没错 中国方面肯定不愿意动武 所以尽他最大的可能向朝鲜施压 这是真实的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的局限性 环球时报发社论 外交官去韩国 习近平跟川普通电话 没一个人进朝鲜 中朝之间的关系就到这份上 纽约时报 川普宣布美俄关系处于历史的最低点 星期三 川普表示 在叙利亚政府上周 在该国西北部发起化学武器进攻之前 俄罗斯可能已经知晓他们对人民释放毒气的计划 并声称美国和莫斯科之间处于历史的最低点 当被问到叙利亚军队是否可能在俄罗斯不知道的情况下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时候 川普说 这当然是可能的 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 我倒是愿意他们不知道 但肯定他们可能是知道的 他们就在那里 这是川普与北约秘书长在白宫举行新闻发布会时 川普的答复 那很多舆论在讨论美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太紧密 他们有着个人的利益 可是这件事情就凸显出美国人 川普在做事情上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道德理念 他分得清什么是大 什么是小 对吧 他对叙利亚的做法完全秉承他对生命的理解 而普京对叙利亚的做法完全出自于自己的利益上的问题 什么叫正 什么叫邪 在这件事情上就表现得非常清楚 而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务卿在个人利益上 私交情感上与国家利益上 民族利益上 这件事情摆的也非常的明确 所以这是一个在独裁的体制当中 在中国的社会 共产党的环境当中 做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一个政府 一个国家机构 一个官员 他是富于国家的 而不是控制的 这就是根本的区别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